近载运通 好 各位投资朋友大家好 我是小淳老师 欢迎收看我们今天的节目 台北股市今天的表现 应该还算不错 虽然指数没有涨很多 不要跌大家会比较安心一点 我们稍微看一下 今天的盘从早盘 稍微跌个57点之后 就稍微拉高走震荡 目前大致上涨个 差不多40来点左右 不过指数今天就算涨 可是到现在为止你会发现 已经差不多有连续这4天的时间 全部给你维持一个区间 对不对 就维持一个区间 到底这个盘现在要怎么去解读 到底是不是高点 到后面到底有没有机会再往上钩 尤其在礼拜二 我们228假期前一天礼拜二 盘中那个突然击杀的那个 差不多有超过200点的空间 让大家都吓一跳 那至于这个盘该怎么去做解读 我们来仔细看 礼拜二的时候我有跟我讲 盘中那个击杀200点 我就说 这里会不会是珠洋变色 礼拜二的时候 我给大家的答案是什么 我就说 如果以这种盘式到目前为止指数来看 这里还是多头 如果说你这个多头要遭到破坏 最起码新春开盘的那天的低点 如果说这个地方跌破的话 1850 这地方这个点位如果是跌破的话 那不用讲 这个多头已经差不多让你看到什么 那个多头结束的迹象就出现了 可是目前指数在这 1850在这 到底这个盘现在会怎么走 各位礼拜二的时候我就跟他讲 会不会珠洋变色 其实这个问题 你要去看美股 我们先看一下美股 美股这两天的表现 大致上也是比较偏区间 道琼 科技股现在也是维持区间 费棒 昨天礼拜 礼拜三的时候它下跌 但问题是也还是维持区间 那我就说你会不会注重变色 你要去看美股 但是美股它到底会怎么去走 这个关键点你要去看什么 就是我今天测标写的 今晚要公布PCE指数 这个跟通膨有关的指数 连准会是比较重视 那我今天测标写 今晚的PCE会决定 会不会出现那个转折 那这个转折的时间点 跟这个PCE有关 什么意思我慢慢来解读了 我们来仔细看 其实我在跟你讲的东西 这市场都不会讲 我说句实话 你就是每天拿那个涨的股票 来跟你讲就好了 对不对 但问题是你有没有发现到 最近那个涨一天结果又跌下来 涨一天结下来 那股票很多 待会儿慢慢跟大家说了 那如果说你要维持说 每天拿那个最强的股票 然后每天涨的股票都来跟你说 我只能跟你讲只有一个方式 真的只有一个方式 什么方式 你就多买一点 对啊 你就多买一点 一定会有一档股票 不会说涨上去就跌下来 还会继续往上攻 那再把内档个股拿出来说嘛 是不是 问题是 这种猜猜看的操作模式 是不是你要的 可能你自己要去思考 不要到现在为止 指数只不过是 维持在一个比较偏高档震荡而已 我说这里还是多头 不要说在这个时间点 你就套一堆股票 你就会想到说 那怎么搞的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好不好 我们来仔细看盘怎么解 记得在2月13号的时候 美国劳工部已经公布了1月份 1月份的CPI 那时候我们会看到 CPI它跌不下去 对不对 那今天的晚上 大概9点半左右的时间 要公布个人消费支出 叫做PCE指数 这两个从CPI 到今天晚上的PCE指数 其实都跟通膨有关 大家可能会觉得 很奇怪 那个CPI也是通膨 PCE也是通膨 到底哪一个准 到底是要看哪一个 我这么说 CPI它是属于什么 个人消费支出 这是属于一个什么 跟消费有关的 那PCE的指数呢 它除了消费之外 它连生产这一端 它也把它加进来 也就是说 PCE指数它范围比较大 所以联总会比较重视的是什么 PCE指数嘛 对不对 好 那到底今天晚上的PCE指数 它会怎么去走 现在就是关键了 你会发现到 美股最近这几天 也是在那边跟你维持区间 也没有再继续攻 原因在哪里 就要等 你现在到底通膨怎么样 会不会出现通膨反弹 如果你通膨反弹对股市呢 一定是比较不利嘛 对不对 好那刚刚我们就说了 今天晚上公布这个PCE指数 它跟CPI指数来比的话 它范围比较广 因为CPI只是属于消费者的这一端 但是PCE呢 它有生产者的这一端 对不对 好可是我们仔细看 之前公布CPI 个人消费支出 结果它是反弹 你不要忘记 生产者的物价指数在PPI 结果PPI它也上来了 你们发现它也上来了 那这就很讨厌 你现在生产者的物价指数上来 不是消费者的物价指数上来 那你生产者的物价指数呢 它也上来 所以呢 现在整个市场 对于今天晚上公布的PCE 它没有把握 没有把握 到底到底怎么样 如果说了 今天晚上公布了出来的数字 市场还稍微可以接受了 当然到上还可以了 那我跟大家讲 今天是2月29嘛 对不对 如果今天PCE公布出来之后 数字还可以的话 那大家就在等了 就等3月12号 CPI到底又怎么样 懂我意思吗 如果今天晚上过关的话 这个盘 还有机会盘盘盘盘 盘到3月12号 再来去看 后面的CPI数字怎么样 懂我意思吗 那如果说了 今天晚上的PCE的数字 已经不漂亮的话 那我跟大家讲 你可能就要提访 这个转折时间 你会不会提早发生 我礼拜二就跟他讲 我说会不会朱阳变色看美股 那接下来我给你的答案是 后面不是盘很久 要不然就这几天就要发生了 因为这跟PCE有关 对不对 因为美股在这地方跟你走震荡 如果震荡大一点的话 其实你会发现 它离越线也没有很远 有没有 离越线也没有很远 是不是 所以今晚的PCE指数 它很重要 那除了这个之外 其实最近你还要注意一个东西 你注意看 最近我跟他讲 股市有在涨 可是照理说 跟通膨相关的东西 应该要跌 可是都跌不下来 现在全部都在等 到底你后面通膨的数据怎么样 对不对 所以十年纪空在之一跌不下来 那你这里还有一个重点 我们刚刚说 如果今天晚上的数字表现得 还可以接受 就算应该不会太漂亮 我们就当它还可以接受 那你就要等到3月12号 对不对 可是问题是3月12号 你有把握说CPR它上不来 它不会上去吗 这还很难讲 为什么 你会发现油价也没有低 油价昨天还 还在涨 它现在已经来到83.6附近了 那我们最近有跟他讲 前高84.1这个位置不能过 如果这位置一过的话 我跟你讲 后面的通膨一定是压不下来 对不对 那像836跟84.1差一点点 而且你现在 整个2月份的均降 因为你3月10号要公布 2月份的CPI 那你现在2月份的均降 已经来到81.5 这几乎是 可以说是已经创 11月以来的新高了 对不对 都已经比前面几个月高 1月份79.4通膨就降不下来 那现在又多了一块出来 这到底降不降得下来 我就说嘛 现在市场没把握嘛 对不对 好 而且重点在哪里 重点在 这个84.1它千万不可以过 如果说这一过 除了通膨的问题 没有办法解决之外 我跟你讲 84.1如果说 这个位置一过去的话 它不会只过一下而已 为什么 你仔细看 因为美国现在它所公布的一些筹码面里面来看 现在市场的空头是锁定能源股 什么西方石油遭放空最多 对不对 也就是说现在美国市场里面 他们去放空油价 就是放空石油 可是你现在石油跌不下去 如果说石油给过84.1的话 那空滩全部被嘎 那搞不好这个地方的油价还会再涨一段 那这对通膨不是雪上加霜吗 是吧 我现在合情合理的跟您分析 到底这个盘要怎么去看 所以我说今天晚上的PCE它是决定一个转折时间点 是快还是慢 所以以这种盘来看 到现在为止 全球股市在那边维持区间 2月份虽然让你看到哇都创新高 台北股市也是一样 2月份让你看到哇都在创新高 对不对 可是你注意看 今天那盘我跟他讲 今天那盘其实在尾盘应该也不太会比 今天2月29号 MACI今天调整权重 所以尾盘会稍微撑一下 可是你再仔细看 今天这东西到底什么东西在撑 现在指数在涨 几乎是不含电子类股的指数在涨 有没有 所以整个市场它轮动速度很快 所以当台北股市这波在这边涨上来的时候 我就跟他讲 这盘你要怎么看 你看 2月22号这一天 我就跟他讲 你要预防它会不会出现假突破 就是说指数会不会让你看到冲高之后 它没有办法再上去 反而是跌下来 那就叫做假突破 对不对 2月3号礼拜五我就说 现在走一个喷出赶顶 但是我说你要提防最后阶段了 为什么 因为从过去历史里面来看都这样 只要指数高档它开始爆量 它就开始维持在一个区间 你看嘛现在热牌 它有高档让你看到爆量 创新高 现在开始维持区间 你看 这些例子都一样 这边来到创新高爆量之后 开始走震荡 它跟你维持区间 但这区间里面如果说 让你再看到高点 它没有再出量 那不是攻击 量说出量那不是高点 反而你要预防买在这个地方 那反而是有片线的疑虑在 因为后面又跌下了 对不对 所以你现在台北股市来到这个时间点 它开始维持区间 可是你有没有发现到 今天台北股市量多少 现在2,800 现在预估收盘大概在3,500 不过问题是 每次到收盘的时候 这个数字都会在缩嘛 所以今天这个量反而是怎样 没有增加 以前攻击量都有4,000亿 是不是 所以我就跟他说 这个地方你要买股票 你可能要思考一个问题 你现在买都在把你成本垫高 这成本问题 现在是成本问题 你现在后面看到一堆股票在涨 赶快拼命去追看看 希望都在继续创新高 反而继续创新高 我们就赶快获利 对不对 问题是 你现在所有成本全部都在高档 那我刚刚也跟他讲过 以这种盘来看 你有发现最近这种盘 很多股票涨一天之后后面没有 什么意思 你现在回头来看 指数现在维持在一个区间 我们慢慢来看 像一堆股票 涨的时候你去追 你看荣市大增 追完之后没有 是不是 你看 涨的时候你去追 追完之后没有 可不可以追 你会发现到 哇 融资还在创新高 对啊 为什么会这样 套牢一堆啊 现在赶快再摊平啊 搞不好过两天会不会又谈起来 赶快再卖嘛 是不是 最高的现在讨不到便宜啊 你看 很多股票都这样啊 涨上来可不可以追 你看到现在为止 这叫偷进不着十把米啊 是不是 你再仔细看嘛 涨上来可不可以追 你想一下啦 很多啊 现在很多啊 你注意看啊 涨上来你去追你看 连续两天开始大跌 这些个股也是一样嘛 涨上来你去追你看 今天大跌 因为你追到高点了 到现在为止 只有等解套了 这些个股也是一样嘛 涨上来之后 你看这边开子哥 跟你维持区间 融资没办法减啊 因为你是追在里面啊 你看这些股票 涨上来之后呢 结果竟然跌下来 结果就追到高点 你看 怎么样 涨上来你去追到现在为止 如果再破线的话 会越套越多 OK 你看哦 很多股票都这样子啊 有没有 很多股票就这样子啊 你看哦 涨上来你去追看看 结果到现在都跌下来了 你看哦 涨上来你去看看 你看看融资都不减了 全部都在套啊 套都套在里面啊 对不对 很多个股都这样啊 追上去就跌下来了 如果说你现在追到高点的股票 如果像这样子 一个跳空下来全赔啊 全部套啊 像这种股票还有啊 你看现在我已经破线了嘛 追在上面的现在还破线啊 现在要等啊 你看 追上去的到现在为止 一路创破端低点 你看 礼拜二去追的到现在为止 一个大跌下来 几乎差不多10%不见了 对不对 这些都是你近期去追的 你都会发现到 怎么搞得会这样 所以我说 而且啊 除了这些股票之外 我们再仔细看啊 你看哦 那更不用讲这些啊 到现在为止啊 已经有人接到最后一半了 你仔细看嘛 到现在为止 已经都在一堆已经开始接到最后一半了 这些个股也是一样嘛 对不对 这些个股都是一样啊 你看看这些个股全部都是一样啊 很多个股都是这样子啊 不是一点点啊 我今天多点几档股票给你看 那我问你们 遇到这种牌 你要怎么样才能够赚得到钱 市场老师都会跟你讲啊 你看我今天股票创新高啊 你看我今天最强的股票我都有 我就跟他说过啊 啊你要走这样的模式 你只有多买一点啊 买一多买一堆嘛 不可能每一档个股都是这样开高走 隔天就跌下来啊 这种一档股票他会上去啊 上去再拿出来讲啊 结果赔的呢都不算 怎么可能不算 赚的你没有赔的你一堆 所以我说这种操作模式对你而言 它是没什么帮助啊 所以我们刚刚就讲了嘛 你台北股市现在走在这里啊 你要预防啊 美股来到这个时间点啊 我说嘛 如果说它稍微有一点点跌势 不用跌太多嘛 只要稍微再多一点点跌势 这一跌下来的话 那我要提醒你啊 台北股市来到这个时间点 你现在买进的全部都是成本天高 对不对 所以呢我最近有跟大家说过啊 一个多头起来的时候 它就很像是你们从鱼头到鱼尾嘛 最好吃的就鱼肚那一块啊 可是问题是很多时候呢 一般散户全部都在吃鱼尾 好啦鱼尾肉不多啦 你要吃你最起码那个刺又比较多 你一定会被刺到嘛 对不对 所以呢我就说是不是该这么做 你想一下啦 好那而且呢 最近你会发现到 以美国美股来看 巴菲特旗下的扑克夏基金 现金部位充历史新高 女股神出手 开始减码台积电跟辉打 对不对 好再仔细来看啊 MD的执行长苏志峰也开始卖股票了 还有呢 亚马逊的创办人贝索斯 摩克大动的执行长 执行长戴谋 Mita的执行的创办人 祖伯克 全部都开始接连卖股套欠 我问你还为什么这些 比较大的一些法人机构 他们全部都在卖 就像我跟你说的嘛 那个鱼肚把它吃完之后 那是最好吃的 那鱼尾就给人家嘛 但问题是 台北股市里面散户它不是这么想 鱼肚吃不到 鱼尾拼命吃 吃到现在为止 一堆股票今天涨明年底 今天涨明年底 我只问你啊 你要把你成本定在这里嘛 好 你自己赌一把 我说搞不好今天PCE 出来让你看到数字大降 通膨大降 然后呢全球股市在大涨 CPI已经在冲高了 PPI已经冲高了 所以现在所有的机构 对于整个PCE的指数 到底今天晚上会怎么 公布出来的数字会怎么样 我跟你讲没有人有把握啊 如果你非常有把握 你就拼命追啊 但问题是这样的追法 有没有用 你思考嘛 对不对 所以那时候我就跟他讲过了 3月上旬之前 这地方你要开始提防又多的陷阱 而且最近这种亮搜的盘 我说已经有开始个股建高点了 我刚刚不是指一堆吗 是不是 所以这种盘你现在怎么做 好 我们就直接来看怎么做 其实这段期间 从过完年之后我就跟他说 指数拉高我一定要空啊 不敢在那边乱追嘛 所以咧 2月15号 早盘拉高空一下 赚70点 第二笔单 再拉一次 我再空一次 这一段有赚40点 这样就110了嘛 对不对 2月23号 指数拉高的时候 我们也在放空啊 隔天 开盘 一跌下来 先回补 赚110点 对不对 好 再来 礼拜二 228假期之前 9点38分 1900附近这地方放空 一定空得到 有穿架 一定空得到 结果空完之后呢 你看大盘击杀 大盘击杀 击杀就补一下啊 结果这一段呢 最起码215点 所以最近这种震荡盘有高点 反正你是量缩嘛 量缩见高不是高 还会再找空别 好不好 这是指数的部分 好 那各股的部分 我也跟大家讲啊 你现在要去抓一个 今天涨上来的股票 你一定有 唯一的做法就是买一堆啊 那你要买一堆呢 有一个方式嘛 要不然就组别多分一点嘛 我说我只有三组啊 我是不知道 你的老师组别几组了 有的给你搞到 五组六组以上啊 一组买个五档 最起码有三十档可以拼啊 可是问题是 就算他有找到对的股票 拼对了 在电商店讲 你看我大赚 问题是你都没有啊 怎么搞的 他在节目讲说大赚 结果你是赔钱的 这种感觉 我不知道你是做何感想啊 要是我一定很不爽 赔那么多了 结果你每天说你大赚 那不是有欺骗的行为吗 是不是 所以我就说啊 我们组别不多 我只有三组 而且我持股也不会一堆 与其要带会员去猜猜看 我觉得这样不妥 人家赚了钱 我们去给人家猜猜看 猜对又怎么样 那其他还是赔啊 对不对 所以呢 我们金减持股嘛 有些股票创高之后 我们就开始获利卖啦 这些股票创高之后 我们就开始获利卖啦 有没有 这些个股创高之后 我们也开始获利卖啊 这些个股创高之后 我们也开始获利卖啊 对不对 那我去帮你掌握什么 最稳定 最具有波段公式的股票 在哪里 你从一月份到现在为止 我几乎每天跟你讲对的 因为它没有动啊 没有动的时候 你可以把你成本压低嘛 今天你的成本 不会去垫在最高点 就像家人最近这种盘 我们刚刚就说过啦 很多股票到现在为止 你会发现到怎么搞的 涨上来你去追 结果到现在为止 是穿坡乱低点 当你把你成本 垫高点之后到现在为止呢 你只有等解套的分啊 这里你还要把握 要保佑 那个美股不要跌啊 如果美股跌下来的话呢 我跟你讲 有些股票要跌到哪里 还不知道 现在才二月份而已啊 当然今天最后一天嘛 二月份最后一天嘛 如果你在这个时间里 你掏一堆 我跟你讲 你今年好久时间里 你全部都在等股票解套 这样是做合理吗 这样的生意你觉得值得吗 好 你稍微思考 所以这些个股低档买完之后 比如说嘛 一个波段起来就创高啊 一个波段起来就是创高啊 结果一个波段起来呢 继续创高啊 是不是 你把你成本压低不好吗 所以我预计啊 因为我认为今天晚上的PCE指数 老实讲我也没把握 CBI已经上来了 PBI也上来了 那你PCE是涵盖整个消费跟生产 如果说你这个地方震荡大一点的话 数字不漂亮 美股震荡大一点 我想 他要劳的筹码在高档 还会越来越多 所以接下来你的操作模式里面 你要去掌握什么 就跟这个盘没有关系的股票 而且它是筹码稳定的股票 所以 有些个股我们去帮你掌握这个点 接下来的股票在这个地方 我认为这是吃进避风港 因为底部打出来之后 有些股票在盘市走震荡的时候 它反而要开始往上冲 所以接下来的个股我们会掌握这些 跟盘市跟大盘指数没有关系 而且筹码稳定的个股 好不好 就这样子稳稳当当的做 好了 认同的就跟着一起来 好不好 反正公司也没给我专案 那你认同的 你再打电话进来问 好 我们休息一下 待会儿回来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订阅 转发 订阅 走 无论天又冷 硬又多 我都有心里的继续变 那开车 我都外国休息之下 一杯暴力十 现在开车 暴力十几 二七八一 零九零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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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运达投顾 真心照顾 运达投雇成立于民国84年 是一家政府立案合法运作的投资顾问公司 拥有证券及期货双执照 更是国内少数老字号的投雇公司之一 投雇业是一门良心的事业 面对的是高获利与高风险的投资 我们不造成更不沉默 专业 智慧 经验 负责 用最严谨的态度 最严格的标准 来决定股票买卖 带领会员稳健的获利 更是我们唯一的宗旨 运达投雇 真心照顾 02 2781 090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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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运达投雇 真心照顾 想了解最新台股走势 股市民师现阶段手中的标股 您想知道的一切都在股动乾坤 好 欢迎到现场 那关于整个磐式的一个走向 我们今天有跟大家做过说明 今天晚上的PC指数很重要 它会决定全球股市会开始出现一个 比较大的一个震荡 而且那个时间点到底是早还是晚 刚刚我们都分析得很清楚 所以我是建议各位 来到这个时间点的时候 可能稍微注意一下整个持股的成本 跟你的持股比重 那如果说这地方你都是在高档追的 可能要稍微留意一下风险 好不好 那有任何的需要 需要帮忙的再打电话进来 好 祝大家操作顺利 我们明天就看PC指数怎么走 我们再来跟大家去做 后面详细的分析 好 明天见 拜拜 谢谢大家 来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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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跟着骑自走 这间差不多了 准备上餐 到哪里了 快到台北了 我们要去高雄耶 我们从高雄出发了 我们是从台北出发的啦 你是谁 他开座车了 你累了吗 保力达满牛 精力充沛 保力达满牛 2781 090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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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运达投顾 真心照顾 运达投顾 成立于民国八十四年 是一家政府立案合法运作的投资顾问公司 拥有证券 拥有证券及期货 双执照 更是国内少数老字号的投顾公司之一 投顾业是一门良心的事业 面对的是高获利与高风险的投资 我们不造神更不沉默 专专业 智慧 经验 负责 用最严谨的态度 最严格的标准 来决定股票买卖 带领会员稳健的获利 更是国内的投资项目